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未衰退已经有 CDX夹得很高 CDX就是一个赌兑 赌兑 违约 如果它真的违约的话 你就赚钱了 所以CDX就升了 它真的有违约风险 但是其实升了一棍三百多 我昨天拿回来看到就已经贵了 短期来说 我就不太认为这件事 这件事真的这么迫着你去摘 因为第一 如果你有违约 你看回上一次雷曼爆波的时候 其实整个衰退衰到近尾才开始有违约 你想想 同类即是任何之人都会 比如在负资产 去到破产 那些再没有衰退就宣布破产 一定是去到整个衰退的捱捱捱捷捱换捷捷捷捷 Quer起碼做удoc 捱了一陣子受不了 咳人 截牛等等 做到尾都受不了 捱到最后的食肆就是了 捱了好几年都捱不到 就要折扣了 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违约关门 虽然微道会突然受荡 不是常见的一个次序 所以现在是似乎有些沽空或者对冲的机构做他们 这样做是可以的 因为CDX的市场不是很大 都是那群机构投资者投行 这些OTC场外 你开价 我开价 因为Bloombercheck的价格 其实不跟Bloombercheck的价格也有些距离 你不要以为现在看到这个一定是 即是他有几个庄家开价 你不跟庄家开价格有时 市垫起来可以很阔的 有时开不了价格也不成功 你没有turnover的话也开不了价格 如果有人做它的时候 自然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你也要看回背景是怎样的 我也是说了 衰退未到 如果真的银行系统性出现问题的时候 系统风险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是会看到短息是夹得很高的 短息夹得很长 比如说你看到2008年的时候 我们经常看三个月期的LIBOR夹得很高 那时候联邦基金利率是减到零的 但是那三个月LIBOR夹得上四厘的 即是你看到短息是可以给你 即是overnight说的隔夜应该是零的 那时候手劈到零 但是那个叫patic spread 即是那个信贷的价差可以很阔 甚至连LIBOR也好 它也有一个spread在里面 即是那个风险比较LIBOR 可能是4厘5厘的 但是你现在也不是那一回事 因为其实整条YieldCurve 就算你看到美国也好 在欧洲也好 短那一阵也是很低的 即是你说短到三个月 一个月的阵子 我不说fixed income 就算我说money market 货币市场来说 短息其实现在都是接着政策利率 你政策加当然它会上 但是它不是on top 再夹高某个premium 那你未去到系统性的问题的时候 又会不会有个别的银行 有个别的问题呢 那你又要看 比如说瑞士来说 瑞士息不是夹得很高的 你看瑞士刚刚才叫做摆脱负利率 它之前是负4亿3厘的 那当然它近一两次都加息了 但是它加完两次之后 瑞士是三个月已息一次的 所以就算它三个月加一次 浪死一点 其实那个幅度也不是很大 速度也不是很急的 那它未至于去到一个很高息的地步 那至于瑞士团 其实你以为美金对瑞士团 其实一直以来大致上九十几那些位 九十几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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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要挨倒闭 我就比较废贷 所以其实这件事就不是坊间 就是说了一个什么 其实都是说了两天 接着都倒下了 那下一张呢 就给你看完 就是随便说 我们随便去意大利 其实希腊的CGS是更高的 说的是好像很高的字 但是意大利就大国 对比希腊来说大很多 这些是排第四 全欧洲来说 全欧元区大概1%左右 但是希腊就排到很问候 就是斗市不斗远不小 那那个CGS最近都被人说 它说夹得高的 第四个点 但是它高也是百几二百点的 不是特别高的 就是什么叫做高呢 你看回在欧债人机的时候 那个意大利的CGS 就去到六百点 这些就真的高了 如果你有一个主权层面的Sofran 那个CGS 它什么时候是真的 开始比较失控呢 超过二三百点 那个市场开始害怕 其实过三百点才害怕 都不像 网台节目开始接受订购啦 你除了可以亲身到上环D100 专门店之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 又或者透过桂园机 过数都可以 还可以登入D100 网站D100.NET 订购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 网台专线 电话22971825 22971825 22971825